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生活在农村的小伙伴应该都有过拔萝卜收庄稼的经验吧 对于我们国家的农民来说 每到丰收的季节也就意味着农忙的日子到了 面对一年一度的大丰收就算再苦再累也都值了 不过在欧洲这样的地方却是不存在农忙的 不是因为他们不种地 而是欧洲的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高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见识下 欧洲的农业机械化程度究竟有多高 在欧洲几乎所有的作物都有自己对应的播种收割机械 就拿胡萝卜来说吧 为了能够提高把胡萝卜的效率节省人力的投入 比利时一家名为Low Wolf的农机公司 就发明出来了这样一款胡萝卜收割机 这款收割机类似于我们见到的玉米收割机 它的右侧是一个收割胡萝卜的装置 装置的三个机械手可以将胡萝卜连根拔起 通过传送带传送到后面的车厢 在传送的过程中也可以顺便将胡萝卜身上的泥巴和叶子清理干净 整个过程下来胡萝卜便全部干干净净的装在了车厢 怎么样小伙伴们是不是很神奇呢 除了胡萝卜以外 类似的还有土豆收割机 葡萄收割机 花生收割机等大型的作物收割机 这样一来无论种什么作物他们的收割效率都是非常快的 而且还极大的节省了人力的投入 不过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农村也开始陆续出现了机械化的收割 只不过机械化程度还远不及欧洲地区发达 不过小编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一定会赶上欧洲的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